加玛帝国十大强者 冰皇海波东,冰属性斗器,五星斗皇,被美杜莎女王封印后, 他的实力被压制在斗龄级别, 萧炎和药老给他炼制了丹药后, 他的实力恢复到了一星斗皇。 曾经他也是加玛帝国十大强者之一, 在他与美杜莎女王对战后, 所有人都以为他陨落了, 于是加玛帝国十大强者的排名就有了变化。 第十名,米特尔家族的大长老,米特尔藤山, 五星斗王,冰皇海波东宵事后, 他就接管了米特尔家族。 第九名,牧尘,加玛帝国牧家的族长, 穆属性斗器,五星斗王。 第八名,纳兰杰,风属性斗器,五星斗王, 他是纳兰家族的守护者, 也是加玛帝国的师心元帅。 第七名,云兰宗大长老,云陵, 风属性斗器,五星斗王, 在他打伤了硝岩的族人后, 硝岩就冲上了云兰宗, 并使出佛怒火莲将他杀了。 第五名,狮王岩狮, 七星斗王,第六名,风行者风靡。 六星斗王, 这二人都是单往古河第一好朋友, 古河前往塔戈尔大沙漠寻找一伙时, 这二人就曾和古河一同去过。 后面硝岩上云兰宗复仇时, 这二人也是站在了古河的那一边。 第四名,单往古河,云兰宗的首席炼药师, 同时他也是炼药师工会的长老, 六品炼药师, 拥有九星斗王的实力。 第三名,炼药师工会会长, 法马,火木霜属性斗器, 五品炼药师, 目前实力在四星斗皇。 第二名,云兰宗现任宗主, 云云,风属性斗器, 实力刚达到五星斗皇。 第一名,嘉行天, 土属性斗器, 拥有九星斗皇巅峰的实力, 他是加玛帝国的皇帝, 也是加玛帝国皇室的守护者。 我来过生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